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多肉啊 繁殖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叶叉 木外真的很伟大 为什么呢 一颗木本它可以繁殖出很多新的小生命特别可爱 然后呢怎么样来繁殖呢 咱们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首先呢咱们先拿出来一颗就是叶子层次比较多的多肉 夏天比如说春天啊 该给它减减肥了 它叶子很多怎么办呢 直接啊用手左右摇晃摘取它一个完整的叶片 保留它的伸张点直接摘下来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它伤口愈合两到三天 适应一下单独就是分离下了一个环境以后 咱们呢只需要摘取它一些健康 饱满的一些植株上的叶片 然后呢咱们再拿出来一个花盆啊 什么上面呢放上一些阴阳土 放上一些颗粒土 把这个叶片按照你喜欢的排列方式 整整齐齐的不需要插进去啊 放在土的表面 然后呢可以在上面适当的用水壶 喷上一点水保持一些湿润的环境 这样子的话在阴凉通风有明亮散射光的环境下 五到七天左右 它每个叶片的底部啊会萌发一些根 萌发一些新根 新根长出来以后呢 差不多只十天半个月 它就会萌发出新的小侧牙 一颗一颗新的生命就诞生了 母爱是不是很伟大的 是不是感觉多肉 食物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物种呢 对吧 喜欢这个多肉老体们可以双击关注 进咱们的直播间 咱们一起养多肉